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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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我长大的冒险是当宇航主 2 1 结果 我的愿望是当一名军官 长大了想当一名发明家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浩瀚的宇舟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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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啊别哭啊别哭 哎这是保护你的孩子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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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带着我们的规则 开启我们的探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童年有季第二季 我们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怀着初次见面的激动 哈哈哈哈 愿意为了这片宇宙发光发热的小尘埃们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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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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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见过之前在歌手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童年有季第二季来了 请前往美赞全博瑞成长营 开启惊喜成长之旅吧 出发 哎我特别忐忑 因为我怕孩子多 我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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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怕吵 吵到还行 我就怕 说错话 就是怕给 他一个 不太好的 童年 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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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主持十几年少儿节目的经验 嗯 十几年少儿节目的经验 哇 你放心 你放心以后有什么问题 孩子们的事找我就行 找我 找我 我去告诉阿姨了 俊俊你干嘛 如果再这样 我让园长把你请出去了 是不是我们的智商有问题 来来来 小月 小月 我不想哭 黄熙疯了 黄熙疯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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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美赞陈伯瑞独家冠名播出 我都怎么取得上去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五位成长体验官 好 啊 啊 啊 哈哈 你们开始了 哇 好 不要 不要 停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我说一二三我是木头人的时候你们就立刻不不能动 不管那个时候你们在做什么立刻就要不能动好不好 一二三我是木头人 你干嘛要用这种姿势 你要趴下 你是在当特种兵 请各位起立 每个人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从你开始给大家介绍自己 叫什么名字 几岁 从哪来 来过来 你还没介绍完 好了那换你吧 你第一个 你过来 第二个你来吧 你来该你了 不许跑 我建议你们找一些精力体力 不要这么旺盛的孩子 因为到现在为止 第一个环节自我介绍还没完成 你给大家介绍自己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王子欢 我今天五岁半 王子欣欢迎你 王子欢 王子欢 对不起叔叔有点老花了 我叫王子欢 好好好 完了我已经把孩子得罪了 名字叫错了 好第一位王子欢欢 欢迎你 第二个你来 第一个就我来 第三个你来啊 好来第二个 大家好我叫丽龙 我今生五岁 从哪来 开车来的 我开车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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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妹妹 叫花花朵朵 我很喜欢跟他们玩 她是一个善良快乐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朋友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读书以前 没有什么是比得上快乐和健康的 我们平时对丽龙的教育呢 就是宽松快乐 你来 我是Jane 我今年六岁半了 妈妈是中国人 爸爸是美国人 她非常阳光 然后又很善良 热爱小动物 但是她有的时候要求完美 看到挫折的时候 会容易焦急 就是觉得自己完成不了 这个也是她的一个弱点 希望她能够自己去面对困难 自己生活得非常幸福 来 还有两个没有自我介绍的 请过来 我不要了 我不喜欢跟他们玩 就不想跟他们玩了 她希望别人按照她的想法 她希望别人按照她的想法 去做事情 当别人不愿意的时候 她就会生气 她就会发火 甚至有时候会动手 她在幼儿园 几乎每周都会有老师或者家长 找我这边告状 出的状况还蛮多的 好了 她们如果不愿意自我介绍也没关系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张子墨 好 你叫张子墨 来 我叫张子墨 我叫张子墨 今年五岁半了 欢迎五岁半的张子墨 天妮她从小就是一个 非常活跃的孩子 跑她方式太过强烈 情感丰富 这种小朋友 她第一次见面以后 都是称兄道弟的 都是可以大着见 就哥们儿这样子 哥们儿 你好 哥们儿 我们反而会比较担心 她过于的太不拘谨 然后就太放飞自我了 是谁在后面掐我 朱丹 在现场小萨正在尝试 跟他们交朋友 我们先不管他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 美三辰博瑞独家冠名播出的 童言有记 第二季 再另外一遍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状况 都不再担心的 蓝海老师 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 大家好 我是蓝海 这个节目特别好 它充分让我们 去观察一个孩子 你会看到 孩子在心理上的一些反应 在生理上面 会有不同的呈现 孩子他是唯一 没有说明书的 孩子的精力 会比较旺盛 真理状态 和他们的心理状态 是联系非常紧密的 还有两位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期 特别期待的这一对 见习老师 陈梦辰 杜海涛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张子墨的奶奶 大家好 我是邓灵轩的妈妈朱翔 我家孩子是比较容易 不太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我认同 我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 我很多年 就是少儿节目主持的经验 我刚才也是很拿这件事情 标榜我的信心 在这个节目里 垮棚了 碎得稀碎 真实发生的时候 就是一码归一码 对 我失声了三天 真的假的 你好 是孩子扣开 未知世界大门的第一声问候 适应新环境 认识新朋友 是孩子一生都将面对的 功课和挑战 本季全新启目 宝贝们将来到 美赞成博瑞成长营 开启他们的惊喜成长之旅 未知的环境 特殊的老师 全新的生活 他们会如何适应 阿娜 海浦给我一玩一会儿 看来配上什么 我先进来了 我进来了 我终于快进来了 看来这是个幼儿园嘛 我要在这里去 摄像头全感摄着你 嗨你好 我叫张子墨 妈妈你好呀 我们在成长营 小蕾就来呀 嗨 你好呀 你好 我等我等我等我 是我们家的调皮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椅子啊 长长这路 应该对着我吧 长长这路 你好呀 他是拿不过来的 他只能对到这个中间 这个人 你不能移过来 那我对 我刚做的就是这里 我刚做的就是这里 他干嘛拿我帽子 帽子还给我 不还 好 你气死我了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你气死我了 是我给你的 好 谢谢 不用上去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已经冒到头顶了 气死我了 我已经冒到头顶了 气死我了 这种是假气 哇 还能变形啊 过得右手 来 这叫道德车 原来那家还可以变形 这个车好玩 我要玩 我要玩 玩它 凭什么抢 抢人家的玩具 凭什么 这又不管你的事 要不要我打你 要不要我打你 把你的牌子给舍测 你凭什么呀 说清楚了 你要不是老师你管我干啥 你有钱我玩就乱了我衣服 小心 大家别吵了 停一下 帮停一下 老师 她刚刚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就拿走她的那个玩具 扔扔去自己玩了 吃得太坏了 吃得太坏了 我们都不跟她玩 我也不跟她玩了 看我到处 看我到处 你玩 是 妈妈会特别心疼 对 她那天回来其实哭了 她怎么跟你描述这个事情 她跟我说 妈妈我再也不去了 明天我就回去 那我就把她抱着 我说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你做什么事情了 我听说你也打人了 然后他说是 但是他那种哭就是 觉得像个大孩 就是不吭声的那种 闷着哭 他是委屈的 很委屈 在这个时候啊 你最先要说的是 我接纳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委屈 我知道你不舒服 我懂你 你都不用先表达你的情感 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都是要先把感情处理完了 才能说事 我们太容易讲道理了 对 道理放在什么时候说 就是要放在 说完感情以后 我们再说 否则他的大脑 是接受不到的 林轩 来 林轩 跟我过来 好 过来 有一个问题 叔叔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 你想要和小朋友 一起玩玩具 你应该怎么说 他是不是生气了 他生气了 你能看出来他生气了 是吧 叔叔认为 萱萱现在呢 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没有 他越说没有 我越认为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自己做的有点不太合适 对不对 邓林轩 就是再也不要跟他们做好朋友了 我相信刚才这个片段 已经给萱萱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的触动 他自己安静地想一想之后 他会有所感悟 我有一个疑问 像刚才视频当中看到 就是萱萱把别的帽子拿掉了之后 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给孩子放大去聊吗 我的建议是在当下你可以制止 但是不要聊 你可以在后面选一个时间和他单聊 就是你选的时间 可能是在一个安静的场合 因为他在一个人很多的时候 你和他去聊这件事情没有效果 他可能就是应付你 所以很多时候大人会做很多无用工 因为他非常知道 父母或者是老师那一瞬间的满足 就是你承认从孩子们的社交交给他们 犯错也是成长 但是就是不要出现大的伤害 小婷 没事了 他们我可以将看我的成功 把阿伯给你成功 你给你成功 我 老师什么时候来掌课 老师好 老师好 这里就是美赞成 国瑞成长营 三位老师孩子在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有两个老师在场 然后要确保所有的孩子 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就是不能够出现 有一些安全的死角 我想就是三位老师 在带这个班级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孩子 他要去遵守什么样子的规则 三位老师 你们可以协商一下 我觉得幼儿园的孩子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要教给他们立规矩 他们懂什么是规矩吗 我觉得这个规矩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不能说 告诉他们不能做什么 而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可以的 我觉得这样吧 我先上半天课 然后上完之后大概 发现什么东西需要定规矩 对 这个班级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再写在这个上面 对 老师的表情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享受跟孩子们的时间 谢谢你们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哭了 为什么 我现在向瞬间再进去吧 要不然感觉我出不来了 我为什么会哭啊 为什么会哭啊 我妈 doesn't pan you 这帮孩子我就交给你们三位老师了 就来吧 来吧 使个字吧 好吧 来吧 你好 有几个哭鼻子的怎么办 怎么哭了呢 你是摔倒了是吧 来 所有的小朋友们看这里 你一上来就树里全温是什么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今天开始 会多三个老师陪伴着大家 好不好 首先大家看到这位美女姐姐了吗 好 看你表现棒不棒 我交 来 等会儿 三 二 第一个上来 一 没有人理的 没有人理的 有一个小朋友还在哭鼻子 那就先不介绍了 没事 我主持十几年少儿节目的经验 妈 妈 那姐姐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好 那你牵着姐姐的手 我带她去找一圈妈妈 你别带她了 不行 不带她 她就哭了 不是 她妈没在这儿 妈 没有 在的 我们去找妈妈 我去找妈妈 我们去找妈妈 不哭 好了 我搞定一个 找到了妈妈 你看 孩子们现在看见你 孩子搞定了都惊呆了 因为她一直在哭 她一哭 所有小朋友就会被影响 可是她在旁边就一直戳穿说 她妈妈根本就不在 新手家庭 老公就是猪队友 对 真是 我要吃披萨 我要吃披萨 我已经饿死了 想饿了是不是 小朋友没饿 想不想吃东西 想不想 想 想 来 所有小朋友 都有谁想吃面的 面 我要吃面 我要吃面 快 那个小胖子饿得不行了 好 有面吃 有面吃 有面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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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墨完全就冲到前面来了 他真的饿得不行了 好喜欢吃面 老师 老师到底有没有像面包子酱 没有 没有 老师我肚子不舒服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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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没有像面包子酱 健康的温暖时间 来 没死了 乖 吃面了 等一下 不行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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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你接哪 你爸 你这样不好 听话 小朋友都要吃的 你们不可以这么自私 你咋这么胖 没事 他没有 你快给他弄 他一直朝着吃东西 你饿不饿 饿不饿 跟我小时候一样 好 再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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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宣宣在帮忙 对吧 宣宣在帮忙 这就属于典型的别人家孩子了 这小朋友表现得怎么那么好 你叫什么名字 邓林轩 邓林轩小朋友表现得好好 宣宣特别懂事 好孩子 你没看到他刚刚的表现 他刚刚没经过他的同意 他就拿他的玩具 然后现在变好了 对我就知道会有小朋友来告诉 好了 好了 没有 没有小朋友 好了 小朋友就拿包 瞧 他想多快 瞧 多快 啊 还不是我的姑姑 轩轩 你说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 帮小朋友扒餐巾纸 发筷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应该饿了吧 他很体贴别人啊 当时你饿不饿呢 那时候我也有点饿 你也有点饿 那你也有点饿 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去吃东西 而是去帮其他的小朋友呢 因为我觉得 应该他们自己拿不了吧 真棒 暖男的 嗯 他就是有这个一面 有特别暖心的一面 有特别令人抓狂的一面 嗯 要表扬你 刚才这一段 表现得非常好 连刚才跟你打架的这一位 都觉得非常自豪 我以为是一种书包 教训他了一顿 这不对 小朋友都是好朋友 而且你们 不存在谁教训谁的问题 矛盾过后 你们仍然还是好朋友 我相信 轩轩帮小朋友 发餐巾纸 发筷子 绝对不是因为你教训了他一顿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再来后面 接着看 我现在说 你还要不要吃东西 你还要不要吃东西 你还要吃吗 我不吃 你没事 我来 我来 你都喝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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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吃饭 那其他的小朋友 他们也都在吃饭呢 你不饿吗 可是我不想要吃 小心 你小心你的头啊 你想吃饼干吗 饼干在哪里 你尝尝好吃吗 吃完还有 这个也要喝完吗 喝完 我最主要喝冰淇淋奶 我看出来了 你的皮肤好白的 我吃好了 吃好了是吧 吃饱吗 吃饱了 吃完了是吧 好 多吃东西都会长高 来 来 所有的小朋友 现在看这里 小眼睛看这里 好 现在开始 我们三位老师 要介绍一下自己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会有我们三个老师 跟大家一起生活 大家可以叫我 叫 简单一点吧 陆老师 大家就可以叫我 小花老师 天哪 为什么跟你去这么可爱的 又不服侍呢 因为我想就是跟小朋友 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小花老师 你好 你好 那我是唯一的那个女老师 也是大家的这个大姐姐 那大家可以叫我小草老师 因为她娶了一个小花老师 我们就要按照她的这个路数来 而且小孩太复杂的名字 他们记不住 那我就叫小树吧 小树老师 小树小花小草 这一段让我最为感动的是 一个叫海涛的老师 摟着孩子说 你怎么这么胖呢 同样还是她 跟这些小朋友说 小眼睛看过来 哈哈哈 太逗了 太逗了 对 你怎么有这份自信是吧 因为我录那个少儿节目的时候 就是小眼睛看黑板 但是忘了我眼睛也不大 这三个老师你们喜欢吗 好紧张 老师们一般这个时候都会很紧张 我喜欢这个小草老师 我也喜欢小草 哇小草 被点名了哎 不叫小树老师 不叫小树老师 好我们一个一个说理由 为什么 因为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 对不对 我们说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小花老师 你是不是因为她是男的呀 我觉得 为什么你不喜欢小花老师 因为她是男人 不是 不是女儿子 不是 不是女儿子 不是 不是女儿子吧 不是 又吃完了 不是 女儿子 女儿子 对吗 不是 不是 是 大老师 我发现鲜鲜对付女生有一套 来接着聊 女生喜欢女生 男生喜欢男生 但我刚才听你说 你也喜欢小曹老师 为什么 这个问题相当刁钻 我听每个人都说 也喜欢小曹老师 小曹老师特别可爱 对不对 也不可爱 其实我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原因 没有理由的喜欢 他其实知道的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会照顾他比较多一点 嗯 他不好意思说 对 好 你喜欢哪个老师 我的希望啊 就在龙哥这儿了 我的希望 就在龙哥这儿了 嗨 涛哥哥 嗨 涛哥哥 涛哥哥哥 哎呀 感恩 感恩感恩 你为什么会喜欢小花老师 因为他胖 他他也胖 两个胖子 叫谁就是喜欢 两个胖子 叫谁就是喜欢 啊 哎 谁说的 谁说的 哈哈哈哈 我 哈哈 奶奶在这我就不说 我就不说 啥 哼 这样 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对老师提的意见 减肥 减肥 没事 没事 我也只是咳了点血而已 减肥 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表现得都还不错 尤其提出表扬的是萱萱 在刚才这一段 帮助大家发餐巾纸 发筷子 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 当你做了一点好事的时候 周围的小朋友都会感谢你 是跟小朋友打架更开心 还是小朋友感谢你更开心呢 帮助小朋友 好的 萱萱的心中有颗小火苗 她非常想好 但她找不到最合理的方法 那个度 对 所以我也很着急想帮她 多肯定她 多夸奖她会有用吗 要给她直接的方法 可能周围的人给她说太多的 你这样做不对 但是没有告诉她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所以她永远只知道错 不知道对 然后呢 你要带她多练习 要不然她会忘掉的 好 好不好 好吃的 记得跟大家分享 你怎么把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口 我要给你最甜的一口 那这些咬过的苹果怎么办 有了 每赞成博瑞 让宝宝创造力满满 国际权威优量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 这里很适合玩 这是你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 你看萱萱 很有规律 好有规律 规律 规律 玩椅子小 我要搭积木 你拿的是 积木 我们一起玩 好呀 一起搭积木 一起搭积木 好了好了 已经可以说玩具了 好嘞 已经可以说玩具了 嗯 滚 好了 好了 别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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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具 兽玩具了 兽玩具了 很快就要上课了 他们还没来呢 我给你们看的 小人好坏一点 我给你们看的 小人好坏一点 谢谢啊 我写 哇 哇 好厉害啊 好棒啊 哎 我们一会儿再来吃玩 还已经差太近了 刷玩具 没有 刷玩具要准备上课了 老师要上课了 先准备好 哦 我的高 我的长沙多好了 哇 长沙 刷玩具 哇 好漂亮的长沙呀 刷 战争一触即发 战争一触 再度紧张 快 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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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 不熟 我不熟 在内心里能把自己定义为小班长 对 当老师 想统领大家 对 那他是不是多管闲事啊 不是 其实这些行为代表这个孩子内心充满渴望 但他的可能 他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实现这个渴望 所以他就总会出错 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对这样的渴望 当孩子说他要渴望的时候 你拿一个具体的一个小事 比如说 你今天能够帮老师们把桌椅摆好 你就做到了 够了 就满足了 把他的期待之具体到某一些事上 他也愉快 你也愉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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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又来了 要来呢 我最爱游泳了 最爱游泳了 我也最爱你 你也最爱游泳了 你呢 我最爱 我最爱抱兔子 哎呀 哎呀 这小孩子爱了大毛 我最爱你 子沫 不是 他最爱游泳 歇ANE 太好了 你今天还和我们祝福 吃你 咱俩 咱俩 呢 呢 нет 我觉得 まあ 说 对 Muy housing 操事 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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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来 快来 摸不起来 把你现在的这个 来 来 我们最懂事的宣宣 来 来 走了 冲 冲气走了 生气了 还可以咬手 没关系 来 宣宣 不能出去 回来 回来 到哪里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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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把他赶出去 把门给锁住 不要 不要让那个 那个星星进来 他太讨厌了 别走 别走 干嘛去 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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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生气了 来 都回到环境里 走 进去 来 来 这样危险 别夹了手 宣宣最听话的宣宣 对不对 最听话的宣宣 来 莫莫 紫默给我的感受 她是一个不管不顾的 就是我为中心 你看她会非常自如融入一个环境 我的想法 我的情绪 我会非常好地表达出来 但宣宣并不是 宣宣的期待只是 你们觉得我怎么样 我要做什么 能够让你们都关注我 真是 宣宣在学校里面 朋友多吗 她朋友经常换 她不断换朋友 其实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孩子内心里面就非常想交朋友 但是没有办法留住任何一个长期的朋友 她其实是很想交朋友的 就我们这些过程里面 但是就是 就没有拿捏好那个分寸感 对 对 好 我现在要定规矩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如果有谁不听话 她就要在旁边的凳子那里 面壁撕过 两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她不能动 别的小朋友也不能找她 谁 谁错了规矩的话 对 对 因为现在是大家集体的时间 不能破规矩 我们都不能破 对 对 莫莫说得最好了 现在已经有小朋友在我的心目中 要去做那个小板凳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玩游戏 好 好 不行 游戏有奖励的 想不想要奖励 来 我 哎呦 小哥我们要玩的 我们要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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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要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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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什么 我平什么 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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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玩 我害怕 你们看要把这个房子给拆了 我要玩了 我躺得好舒服啊 子墨就属于在社交当中一定是要自己的需求首先得到满足的 我经常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类孩子是月桃的孩子 他从小他就知道怎么和人去交流 这类孩子到他30岁以后你会看到他明显的一个成长期 所以不要用任何的标准去衡量孩子 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就给了你惊喜了 对 我的活着钱 看我的 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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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厉害的机器人 大家好 我是悟空机器人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朋友了 好 好 好 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来我们先都围坐在一起好不好 我们先坐下找一个地方 小朋友们就是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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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安静 先安静 这样我们把手放在桌上 我喊三二一 看谁第一个举手 听小顺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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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我们先开始了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小心 刚才举手最快的是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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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子墨小朋友 你是我 你是我 这样好不好 从这边开始 我先来了 我的名字是Kenny 我六岁 我生在澳洲 我生在澳洲 有三个人 我家里有三个人 他们是我的妈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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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好好 好棒 接下来就是萱萱 等一下 我的名字是酱油 我哭了 五岁 一 五岁 五岁 了 五岁 你的艺术特帅 有什么爱好 兴趣有吗 爱好 兴趣有吗 大猫要出去了 我觉得这样 就是孩子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其实孩子应该注意听讲 这样我们每个小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其他的小朋友也要认真听好不好 刚刚有 我来玩了 我要打乐端 我也要跟美琪闯关 没事 我主持十几年少儿节目的经验 十几年少儿节目的经验 让他去 加油 我们加油好吗 加油 我们加油好吗 加油 加油干啥 干啥 干啥 当时的心情采访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回事 但是注意力这个事情怎么样可以 在小的时候很好的培养呢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光是小朋友 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说 想把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工作或者任何的事情做好 集中注意力 且把这件事情持续地做下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其实关键词就是在环境 比如说家里面的环境 要尽量地在孩子秩序敏感期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有条理 孩子的玩具真的不要太多 要不他就会玩一个玩就是随便就丢 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旁边不要有人干扰 但是会有很多父母上去干扰 对 要不要喝水啊 要不要怎么怎么样啊 那是我们自己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我们也是 我又看过一个观点说 日本的那个孩子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间 是在客厅写作业什么的 为什么是锻炼他们的专注力 就是大家都在做饭呢 干嘛来回走 你就更要做作业专注 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取决于孩子 你如果说你的孩子是这种非常奔放的 你家里弄锅碗瓢盆在那弄 还不可能的 而且取决于孩子的年龄段 对 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的注意力已经相对来说 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 但是对于一个四五岁 或者刚刚读小学一年级的 那百分之百的不可能啊 做不到的 我觉得现在搞不定 来 把他们集合到一起来 不能看招 现在是疯玩时间 有人不能看招 秦阳 广告 大头 跳 gospel 鼻 disorders 那个 腋狗 我觉得 别担心 别担心 现在靠你的能量把它聚合起来 现在靠你的能量把它聚合起来 你可以 小树老师 你可以 真的来了 我的天哪 来 老少爷们们 来 开个会 来 集合 来 快 集合 来 小树老师有话要讲 快 快 给个面子 我那个脚说娃娃呢 我那个脚说娃娃呢 孩子们 集合 快 好 玉儿 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我给大家唱首歌 你听不听过 小星星 小星星 群头群头 离头 不是离头 是离头 哈哈哈 我教你唱一首 中文英文都行 听过小燕子吗 嗯 我不想唱 不 那你想听什么歌 我不想听 I want to relax 你们现在的举动 只能让我去海院长了 走望去找一个院长 蓝海老师 到底孩子们 在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 怎么去帮助他们 去适应这个状态呢 其实孩子 萱萱 你最喜欢的朋友 是什么样子的 就我感觉应该支持不打人嘛 那你为什么会有的时候 跟小朋友说 你要在这我打你哦 也有可能是 你这么看我的有时候 你看 我说吧 所以孩子心里有时候 他不是那么想的 但是他嘴里说出来的 可能恰恰是一种 相反的情绪的表达 欢欢 你最喜欢的朋友 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这样子的 那就是你 为什么 我哪一点觉得 是让你最喜欢的 就是 你可以教训他们 我知道了 我已经大概了解 在欢欢心里 他喜欢的人 是有权威的 是能够控制局面的 是让他能觉得有安全感 所以当他的环境中 没有这样的人的时候 他会挺身而出去 做这样的人 我问问你最喜欢的朋友 是什么样子 我问问你最喜欢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遇爱 为什么 他害羞了 他为什么要害羞 好朋友之间是很正常的嘛 我幼儿园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都是女生 你 育儿哪一点 让你觉得做朋友最好 一起玩 一起玩 就他是一个会分享的孩子 是不是 他会跟你一块玩 不会把你扔在一边 或者不会让你有 被他疏远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 是一个人际交往上 非常讨人喜欢的 有人育儿的孩子 难怪育儿说 自己的好朋友很多 除了育儿这样的 在男生当中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朋友 孩子有什么朋友啊 你的意思是 有育儿就够了是吧 我要喝水了 你太可爱了 其实你们可以有很多方法 向别人介绍自己 请每一个人 拿着你们自己的名片 把它送给一个 你的好朋友 你好 我是Benny 你好 我是育儿 你好 我叫李龙 谢谢 你好 我叫张主沫 你好 我叫Benny 你好 我叫王主沫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叫邓林 先把这个 海牛给我也玩一会儿 我刚坐的就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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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抢人家的玩具 这又不管你的事 要帮我打你 又抢我玩具就乱了我衣服 你凭什么呀 你凭什么呀 我都不跟他玩 我也不跟他玩了 我都不跟他玩了 我也不跟他玩了 谢谢 给你快走的时候不用客气 谢谢 因为他们应该饿了吧 我也喜欢小草 我给你们擦掉手有好坏一点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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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林轩 对不起 对不起 邓林轩 对不起 是我过来跟你说对不起的 对不起 我们来是好朋友可以吧 我们来做交个好朋友好吗 轩轩 你同意了吗 同意了 那你们两个握握手 我看看 好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三方达成和解协议 你们说的话也好 你们做的事情也好 都能让别人感觉到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介绍自己有很多的方式 希望你们以后都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祝他们好运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由优亮DHA让成长惊喜不断的 美赞成博瑞独家冠名播出的 童言有季第二季 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 到底成长体验观 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经历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孩子们 你们最喜欢的小草老师来了 我不要 快点出去快点出 不要进来 不要进 你不是老师 轩轩 你告诉我你要干嘛 你们这个都是恶魔 你别抓着我衣服 轩轩 恶魔 如果再这样 我让袁长把你请出去了 恶魔 恶魔 你们闭嘴 臭眼 打完脸怎么又哭了呢 不找不找公 不找好不好 Muy Name 我们要打我吧 Watch my barn 快让大草 分吗 不 不 我和她一起 不 我不想和别的住 不 好吗 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 可以搞得定的劲的一个人 赶紧把我侄女给调了 我侄女啊 这他们服服的 救兵来了 老大没了你 救兵 快来 他好烦 这怎么办 这场好水 你侄女是幼师吗 是幼师吗 你知道吗 这个城堡是从博瑞四冠博瑞惊喜河变成的 美在城博瑞 让城长惊喜不惯 本节目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美赞陈博瑞独家冠名播出 来到这里就觉得这里很陌生 想爸爸妈妈 啊 想 因为我喜欢你爸爸妈妈 想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在真正的幼儿园里都不会哭鼻子的 喜欢 我又是喜欢 我在月球上 我好像在月球上 又喜欢又不喜欢 喜欢的原因 就是 一个好搞笑的问题啊 我真的不敢说 就是 小树老师 我觉得他长得帅 他就在安慰我 他说 别哭了别哭了 他说 你头发 是觉得你可爱 哈哈哈哈 登陆微博 参与童年有季二话题讨论 更多育儿知识 等你探讨 本节目指定母婴平台 宝宝树 首席社交平台 微博 合作媒体 烹小仙联盟 整合营销机构 微云传播 媒体鸣谢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备胎厨房 动途宇宙 感谢凤凰网娱乐 人民网娱乐 中国网娱乐 环球网娱乐 北京网 中华网 红网 亚洲娱乐网 中国娱乐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北方网 东方娱乐网 热点文语 焦点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